現在開始上天文 第一個部分叫宇宙 現在叫宇宙的組織 所以宇宙有什麼環節 好 夜空中 晚上看星抬頭看星星數月亮的時候 除了月亮那個之外 你肉眼可以看到的幾乎全部都是恆星 古時候什麼叫做恆星 就是相對位置不會改變的 你看右邊那張圖 那個北斗基星繞一圈 都長的位置都一樣對不對 形狀都一樣 這樣叫做相對位置不變 這種星叫做恆星 這個繞一圈的動作叫做週日運動 是我們等一下後面會學到的重點 以後再說什麼叫做週日運動 繞一圈相對位置不變 位置橫長不變 這種星叫做恆星 那會有一些星在那邊跑來跑去亂跑 那個叫做行星 古人的金木 水火土 這五顆行星 現在所稱的恆星是指的是自己會發光發熱的星 叫做恆星 太陽就是一顆恆星 它會自己發光發熱 那麼恆星有的會很多的恆星會湊成一團 就稱為星團 星團就是恆星湊成一團一坨 這叫做所謂的星團 恆星湊成一團 星團有分類活蹤不交 有的是看起來比較密集的 這叫做球狀星團 你看像這樣子 一坨密密麻麻的這樣一坨的 這叫做球狀星團 有的會閃閃鬆鬆的叫做疏散星團 像這樣 比較散開的叫疏散星團 這是一個有名的疏散星團 叫做七姊妹 有七顆亮星 可是有一顆好像已經現在比較暗淡 看到看不見了 所以它變成六姊妹 不管它 這叫做疏散星團 國中沒有交分類 國中只告訴你很多的星星湊成一團 叫做星團就可以了 然後星團加上恆星加上宇宙的氣體塵埃 就會構成星系 Galaxy就是3C那個手機 Galaxy就是那個 所以感謝韓國人幫我們上天文 Galaxy 他還幫我們叫另外一個 會不會知道 Galaxy叫星系 星系 恆星星團 宇宙的氣體塵埃會構成所謂的星系 有這叫做星系會NG形狀做分類 國中也沒有 這種螺旋星系是個常見的星系 螺旋狀 漩渦狀的 這是個常見的星系 高中才告訴你說 它要根據形狀分做A星系 B星系 那以後的事 國中沒有 那麼 有一個星系最重要 銀河系 因為這是我們所在的星系 我們這個星系叫做銀河系 所以它最重要 它的形狀呢 就是螺旋狀的 懸波狀的 基本上扁扁的 在中間比較凸起 所以會說像荷包蛋 然後呢 我們它邊邊上 邊邊上 有點邊又不會太邊 直徑10萬公里 半徑5萬公里 我們離中心3萬 5萬的3萬 有點邊又不會太邊的地方 然後呢 背過去看到獵戶座 所以稱為獵戶座選備 平常人 沒有特別的天文學知識 你耳熟能將那些星星 全部都是銀河系的成員 牛郎 織女 天狼 北極 都是銀河系的成員 都是銀河系的星星 OK 所以照鏈 照鏈 就是 平平的 但中間凸起 所以我說它向 核包蛋 所以它就設下上核包蛋 好 然後是一個螺旋狀的星系 漩渦狀 螺旋狀的星系 然後我們在邊邊的地方 有點邊又不會太邊 5萬的3萬 對過去看到獵戶座 這叫獵戶座選備 OK 這張照片 不是銀河系 我們自己在銀河系 你拍不到銀河系的照片 你自己坐在你家裡面 你拍不到你家的照片 你是東看看西看看 覺得我們的銀河系長這樣 去外面拍一張 噢那個 我們跟他很像 他擦拍下來說 這叫做銀河系 去窗外 他擦拍一張別人家 說我家長這樣 我家長這樣 所以這張不是銀河系 是反而別人 我自己在銀河系裡面 我看不到銀河系的全部 不能夠拿著 刺牌桿 拿去自拍一張 咔嚓 沒有辦法 所以這是別人 了解一下 知道一下 有人有問過 銀河系的長相 什麼扁扁的啊 像荷包蛋啊 中間突起啊 漩渦狀啊 我們太陽在它的有點邊 又不會太邊的地方啊 就是有規理介紹 關於銀河系 OK